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 像是某某的公主 第二位玩家是 但当时为她的职责是拥护 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 她和公主有些冲突 最后所有人不光一向 我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可开始分手 我是阳光开朗大的孩儿 阳光开朗大的孩儿 我的场景有微笑 愿我要接我睡觉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蘑菇头音乐 我是你们的小蘑菇 2023年的这三首BGM 绝对是射牛界的天花板神曲 一首阳光开朗大男孩儿 仅短短几天 播放量就突破15亿次 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 像是某某的公主 第二位玩家是 但当时为她的职责是拥护 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 她和公主有些冲突 最后所有人不光一向 我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可开始分手 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儿 而该BGM的灵感 其实是某位奇男子 为了吐槽剧本杀的苦逼经历 而写下的 阳光开朗大男孩儿 其上头的旋律 和搞笑的叙事风格 不仅洗脑了中国网友 甚至还出现了 各种神奇的二创 第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 像是某某的公主 第二位玩家是 但当时为她的职责是拥护 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 她和公主有些冲突 最后所有人不光一向我 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可开始分手 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儿 阳光开朗大男孩儿 万物皆可大皮修 其实是来自中国男子组合 王儿和宋慕子联合发行的 魔性洗脑的旋律 就连优雅的民族舞也被俘获 甚至有七岁小学生火力全开 在街头演绎摄牛版大皮修 同样还有镇穗内鱼存在的爱如火 因为这位名叫娜依娜的网友 仅用这一首歌曲就化身乐坛大佬 又吐又潮的BGM 搭配上弹仔甩手舞 播放量直接破28亿字 掀起全网模仿翻条热潮